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Donald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菜式只需要2種材料 而其中1種材料,雪櫃一定會有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韭菜煎蛋 而且簡單快捷又好吃 材料有2種材料 輪到做法 先把韭菜洗乾淨 再用清水浸一會 洗乾淨的韭菜可以把尾部切走 然後切斷 長度沒所謂,視乎個人喜歡 切好的韭菜 切好的韭菜 就可以放入碗裡備用 輪到處理雞蛋 拿出一個大的玻璃兜 把雞蛋打進去 1茶匙鹽 1茶匙白胡椒粉 1茶匙白胡椒粉 然後攪拌均勻 材料都預備好,就可以開始煮了 預熱鍋,下油 把切好的韭菜 切好的韭菜放入鍋裡炒香 只需要炒到韭菜的香味 就可以關火 直接把韭菜倒入蛋漿裡 再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然後就可以預熱鍋 下油 這次油的份量可以再多一點 然後倒入蛋漿 我會用中火煮熟 煮至雞蛋不黏著鍋 已經離開鍋 就可以把它反轉 如果網友對炒鍋沒有信心 可以把雞蛋倒入大碟裡 反轉,放入煎鍋 再煎到另一邊 當兩邊都煎熟 就可以關火 放入砧板上 然後把它切成 切好後就可以把它上碟吃到 就可以了 這個菜有少許技巧 記得不要用太大火去煮 否則很容易焦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分享, Like 和 Subscribe 我們 再按旁邊的鈴鐺鐘 我們有新影片你就會第一時間知道